讲!2003年的金融大丑闻 查理芒格记录于2000年夏天 2003年爆发的金融大丑闻 使得宽特科技公司 人们向来称之为宽特技术 突然间声名扫地 宽特科技这时已经是全国最大的纯工程企业 这是其传奇事创始人阿尔伯特 被索格宽特工程师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 2003年之后 人们开始把宽特科技的故事 当作一出两幕的道德剧 第一幕是伟大的创始人宽特的时代 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黄金时代 第二幕是这位创始人的后继者的时代 被视为道德沦丧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的末期 宽特科技变得跟索多玛或俄摩拉差不多 这篇记录将会清楚地展示 宽特科技从好到坏的转变 并不是在其创始人于1982年去世后突然发生的 1982年之后 该公司仍保留了许多好的作风 而早在1982年之前许多年 宽特科技所处的金融文化环境 就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了 要理解宽特科技的故事 我们最好把它当作一出经典悲剧 在剧中 只是一个漏洞就遭到了命运女神的惩罚 这个漏洞 就是该国队职工股票期权的特殊会计处理 宽特科技和他的国家成了受害者 这次金融大丑闻的情节 就好像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 在我们的故事中 宽特科技 Quanttech 是一家虚构的工程公司 它经历了许多真实公司常见的弊端 特别是没有在会计报表中 正确地反映出职工股票期权成本的致命伤 1940年11月7日 华盛顿州皮尤吉特和塔科马湾上 第一座吊桥垮 原因是施工不合格 该地区常年刮大风 设计方却没有正确地考虑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当时该桥才通车几个月 1982年去世的时候 阿尔伯特贝索格宽特为他的继任者和造物主 留下了一家非常繁荣和有为的公司 宽特科技唯一的业务是设计新型的发电厂 这种小型发电厂能够改善电力供应 而且超级清洁 超级节能 备受世界各国欢迎 给该公司带来了不菲的设计收入 在1982年 宽特科技占据该行业的龙头地位 营业收入为10亿美元 而盈利高达1亿美元 他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给参与设计的技术员工的薪酬 直接的员工薪酬成本占到营业收入的70% 在这70%里面 30%是基本工资 40%是依据创始人设计的一套复杂方法 计算出来的奖金 所有薪酬都以现金支付 该公司没有股票期权 因为宽特先生认为 对股票期权的法定会计处理方式软弱 腐败和令人鄙视 他不想企业做糟糕的账目 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设计 除此之外 这位老先生还坚持严格依据业绩标准 来给个人或小组发放巨额的激励性奖金 而不愿意像其他公司那样 采用股票期权作为激励机制 因为他认为那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 即使在这位老先生的制度之下 大多数把毕生心血奉献给宽特科技的员工 也已经变得富裕起来 或者肯定会变得富裕起来 之所以如此 是 因为那些员工和其他不在公司任职的股东一样 也从市场上购买宽特科技的股票 这位老先生向来认为 他的员工既然拥有 足以设计发电厂的聪明才智和自律意识 当然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好好为自己牟利 他有时候会建议员工去购买宽特科技的股票 但也就是到此为止 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家长作风 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时候 宽特科技完全没有债务 如果不是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 不管业务增长多快 他的运营根本就不需要股东的资金 然而老先生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 空袋子很难竖起来 他想要宽特科技威然毅力 此外呢 他热爱他的企业和同事 总是希望手里持有大量的现金等价物 以便发声不测试有充分准备 或者遇到机会时能够抓得住 所以到1982年 宽特科技持有5亿美元的现金等价物 大概是年收入的50% 1982年的宽特科技 不但拥有健康的财务报表 和行之有效的企业文化 还拥有一个快速变化 快速增长的行业中的关键技术 只要继续采用老先生的方法 在未来20年 它的年均利润 必定可以达到收入的10% 而年收入增长 必定可以达到20% 在这20年之后 从2003年开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宽特科技的利润 将会继续保持在年收入的10% 而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到每年4% 但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 这段不可避免的收入增长缓慢期 将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老先生为宽特科技设定的利润分配制度 非常简单 他从来不派红利 而是把所有利润转换成现金等家务累积起来 索福克勒斯 Sofocus 公元前496到公元前406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的编剧剧作家 神之人员和雅典政治家 被认为是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其他两位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毕德斯 他经常与这两个人展开戏剧竞赛 索福克勒斯创作的剧本超过100部 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 他是古希腊戏剧史上最伟大的编剧 他的存世作品中 最著名的是悲剧俄迪普斯王和安提哥涅 任何有经验的股票投资者都能看到 1982年是购入拥有大量现金的宽特科技的良机 当时他的市盈率只有15 而且尽管他的前景非常好 整个公司的市值只有15亿美元 既然公司前景很好 市值为什么很低呢 这是因为在1982年 其他很棒的股票的市盈率也只有15 甚至更少 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利率很高 而且持库人此前多年的投资回报率 相当令人失望 宽特公司在1982年的低市值造成的后果之一 就是令那些董事感到不满意 老先生刚刚去世 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 如果这个董事会很明智 他们会利用手头所有的现金和外面借来的资金 大量买进宽特科技的股票 然而 这样的决定并不符合1982年常见的企业经营智慧 所以董事会做出了常见的决策 他们从宽特科技之外聘请了新的首席执行官 CEO和财务总监 CFO这些人 来自一家实行员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司 该公司市值是年报披露利润的20倍 尽管其资产负债表比宽特科技差很多 利润的增长速度也没有宽特科技那么高 宽特科技的董事们 聘请这两位新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意图很明确 就是希望尽快提高公司的市值 宽特科技新上任的管理层很快意识到 他们很难更快的提高公司的年收入也很难增加宽特科技的利润率 创始人在这两方面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 新上任的管理层也不敢改变运作的如此之好的企业文化 因此新管理层决定启动他们所谓的现代金融工程术 迅速采用各种尽管存在争议但又合法的手段 以提高财务报表上的盈利 先从简单但是重大的改启 命运弄人这种让宽特科技的创始人原本极其憎恶的股票期权记账方法 现在却让新管理层的工作变得十分轻松 而且最终将会毁掉宽特科技的声望 当时美国通常的会计做法是这样的 假如先给了员工认股权 公司便可以将股票低于市场价卖给员工 折让给员工的部分就相当于现金 如果员工同时将股票以市场价格立刻卖掉的话 但在作账的时候并不用计为薪酬支出 从而不会影响年报披露的盈利 虽然这种特别奇怪的记账方法 遭到某些最聪明正直的会计师的反对 但会计行业还是采纳了 因为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愿 会计师将他们从行驶股票期权中得到的收益 算入公司成本 那样的话他们任职的公司的利润就会下降 会计行业在做出这个特别怪异的决定时 竟然奉行的是那些跟忧郁的资深会计师截然不同的人所奉行的准则 这项准则通常是那些食不果腹 无权无事的人遵守的 谁给我面包吃 我就给谁唱歌 幸运的是 税务部门并没有像会计行业那样 采用这种特别怪异的记账方法 税务部门拥有基本的常识 理所当然的 将行使股票期权获得的收益视为薪酬成本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会把这部分减去 宽特科技的新管理层精通金融业务 他们一眼就看出 只要使用这种特别怪异的记账方法 再加上完善的所得税征收制度 宽特科技会有极大的机会 只要采取非常简单的做法 就能增加齐年报上披露的利润 宽特科技每年大量的成本 本来就是发放给员工的激励性奖金 这位现代金融工程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厄普顿辛克莱 让人们去理解那些跟他们的利益冲突的事情 是很难的 正确的做法是永远别让错误的会计开始 1991年 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提议 将支援股票期权的部分真实成本视为支出 由于遭到企业界和国会的强烈反对 这项提案最终被大大缩水 仅仅要求公司在备注中有所披露 然而目前美国通行的会计准则要求职员 股票期权的部分真实成本 在损意表中必须被计为支出 查理对此持怀疑态度 等到股票期权被行使时 账目上记录的总成本 往往比实际发生的总成本低很多 此外 那部分寄到盈利下面的成本 通常被故意用不正当的办法降低了 这种事情是很难杜绝的 正确的做法是永远别让错误的会计开始 例如管理层可以很容易看出 如果1982年的宽特科技 用行使员工股票期权得到的利润 代替它那4亿美元的激励性奖金成本 同时用省下来的奖金 加上员工为股票期权支付的金钱 来回购所有因行使期权而增发的股份 其他一切保留不变 那么1982年宽特科技的年报披露的利润 将会上涨400% 从1亿美元上涨到5亿美元 而流通股的份额仍跟原来一样 所以在管理人员看来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 用员工行使股票期权的获利来取代激励性奖金 那些精于计算的工程师 怎么会在意他们的奖金 到底是现金还是现金等价物呢 只要管理层愿意做出这样的替换安排 似乎没有什么困难的 然而 新管理层也很容易可以看出 他们在推行新把戏的时候 必须小心谨慎 有所约束 很明显 如果他们在某一年推行新把戏的力度太大 那么可能会引起会计人员的抗议 或者遭到其他方面的敌视 这无异于杀死一只会下很多金蛋的鹅 至少对管理层来说是这样 毕竟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们的把戏能够增加年报披露的利润 只是因为他们把真实的盈利 和伪造的盈利相加而已 因为通过这种把戏在年报上增加的盈利 并不会给宽特科技带来真正的经济效应 只会带来那种临时的虚假效应 这跟虚报期末存货造成的虚假效应是一样的 新的CEO私下把这种迷人的 谨慎的做法称为明智的克制型造假 显然 新管理层也认识到 用行使员工股票期权的利润来取代奖金的做法 不能一蹴而就 应该在未来多年里逐渐实施 他们私下管这种谨慎的方法 叫做细水长流计划 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有四个优点 第一 每年虚报一点利润 被发现的概率比虚报大量利润要低 第二 虽然每年虚报的利润不多 但经过多年累积 这个细水长流计划将会产生巨大的长期效应 而且也不容易被人发现 那位财务总监私下恬不知耻地说 如果我们每年只在葡萄干里掺入一点点大便 这样的话 就算最后出现了一大堆大便 可能也不会有人发现 第三 对于公司外部的会计师来说 一旦包庇过几份 显示利润有增长 但包含了少数造假成分的财务报表 而不包庇同样虚报利润增长的财务报表 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难为情 第四 通过实施细水长流计划 宽特科技的管理层可以防止丑闻 或者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 其他公司实施的股票期权计划 比宽特科技更加大方 所以如果有人提出异议 管理层可以解释说 适当的实行员工股票期权计划 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 实际上 考虑到这种怪异的股票期权记账方法 对企业文化和股市热情的影响 这种说辞往往是正确的 你们必须遵守他为这家事务所设定的原则 必须维护他的声誉 你们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去做坏事 我敢保证 如果你们不遵守他的原则 他宁愿这家事务所倒闭 他给你们留下了巨大的信誉 你们的机会很好 你们的责任也很重大 邓肯利托菲尔牧师 在阿瑟安达县上图葬礼上的讲话 1947年1月13日 庞氏骗局 现代金融工程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 是1919年在波士顿发源的庞氏骗局 卡尔洛查理庞兹 Colo Charles Ponzi 声称他有能力利用国际邮政票据套利 许诺90天可获利50% 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投资者 为了建立信用 他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利润返回给旧投资者 这是典型的金字塔骗局所用的花招 庞兹很快就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1920年 波士顿邮报刊发文章质疑庞兹的做法 于是有官方面对庞兹展开了独立的审计 审计表明这是骗局 投资者要求退钱 到最后 平均每个投资者只收回了37%的资金 庞兹被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20世纪20年代末期 出月后的庞兹死不悔改 又开始兜售佛罗里达州一些毫无价值的土地 具备上述四个优点的细水长流计划 明显是个好方法 宽特科技的管理层 现在只要决定每年增加多少虚假利润就行了 这个决定也是很容易做出的 管理层首先考虑三个 他们想要满足的合理条件 首先 他们希望这个细水长流计划 能够持续不断地实施20年 其次 他们希望在这20年里面 宽特科技每年披露的利润增长幅度都差不多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宽特科技每年的年报披露的利润增长都很稳定 那些代表机构投资者的理财分析专家 将会给予宽特科技的股票较高的估值 第三 为了维护年报披露的利润的可信度 他们不想引起投资者的怀疑 所以即使在第20年 宽特科技从设计发电厂得到的利润率 也不会高过40% 确定这些要求之后 管理人员计算起来就简单了 因为他们已经估算出 宽特科技的收入和盈利 将会在未来20年里每年增长20% 管理人员很快决定利用他们的细水长流计划 让宽特科技的披露利润每年增长28% 而不是向该公司的创始人老老实实地爆出20% 就这样 这个现代金融工程大骗局 逐渐将宽特科技推向悲剧的下场 人类历史上没有几个臭名昭著的大骗局 能比这场骗局干得更漂亮了 根据会计师核准的年报 宽特科技的利润每年增长28% 除了少数几个公认的不切实际 过于预付 愤世嫉俗的怪物之外 没有人批评宽特科技的财务报表 该公司的管理层继续执行 创始人从不分派红利的做法 这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宽特科技年报的可信度 人们相信 它每年的盈利增幅确实达到了28% 在那种通常破坏现实认知的巴夫洛夫 联想反射效应的影响之下 认为宽特科技拥有大量现金等价物的人们 万万不会想到 其年报披露的部分利润竟然是伪造的 因此 在细水长流计划实施了几年之后 宽特科技的管理层 自然想要让该公司年报披露的每股盈利 继续以28%的速度增长 同时大幅度的虚报公司持有的现金等价物的增长 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等到这个时候 宽特科技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经非常高 通过不匹配的逐步增加购股权持有量 公司管理层开始相应减少用现金支付奖金 或者相应减少回购宽特科技的股票 管理层很容易意识到 这种改变极大的完善了他们最初的计划 这不但使得他们虚报盈利的做法 因现金加速增长而变得更难以察觉 而且还为宽特科技引入了庞氏骗局效应 或者连锁新效应 给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现有股东 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在这个时候 管理层还解决了最初的计划中的另一个漏洞 他们发现 由于宽特科技虚报的盈利 以每年28%的利润增长 而作为税前利润的一部分 宽特科技缴纳的所得税相对税前利润 税率却逐年下降 这显然会招致他们不想看到的质疑和批评 这个问题很快被消除了 外国的许多发电厂都是由政府出资兴建 并归政府所有的 宽特科技很容易说服某些外国政府支付更高的设计费 只要宽特科技额外交给这些外国政府的所得税 比增加的设计费多一点点就可以 信任 但去证实 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查证企业年报中披露的利润是否属实 那就是将年报中披露的好消息和该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进行比较 由于管理层不愿给美国税务局看 他们用来糊弄股东的注水报表 所以企业的10K表格中支付所得税的现金一览往往更为准确 更为忠实地反映了该企业的真实盈利 几何级数增长与直觉背道而驰 为了让年轻的学生领略复利的魔力 有位教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案 我打算给你两个选择 但选中之后不能改变主意 所以选之前仔细考虑 第一个选择是 我每天给你1000美元 连给30天 你拿到钱之后随时可以花 第二个选择是 我第一天给你1美分 第二天给你2美分 第三天给你4美分 每天给你的钱是前一天的两倍 这样持续30天 但你必须等到30天结束之后才能用这笔钱 年轻人想到连续一个月每天有1000美元可以花 就很心动 他可不想一个月后 口袋里只有一堆分币可以用 所以他选择了第一个 他的选择明智吗 按照第一个选择 年轻人总共可以得到3万美元 按照第二个选择 富利的魔力将会使总数达到5368709.12美元 最后宽特科技在2002年的年报中披露 该公司的利润为160亿美元 收入为470亿美元 包括大量由现金等价物产生的利息收入 而这些现金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些年进增加的股份 现在宽特科技持有的现金等价物达到了惊人的850亿美元 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一家拥有如此之多现金的企业 每年能够赚到其年报披露的160亿美元的利润 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2003年 宽特科技的市值高达14000亿美元 是其2002年披露利润的90倍 如果让人选择增长速度的话 所有人会选几何级数 可惜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但是 所有人类对几何级数增长的过度追求 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 最终都以惨痛收场 2003年 宽特科技在这两个方面都失败了 到2003年 宽特科技的真实盈利能力 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 因为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4% 这时宽特科技没有办法避免让其股东 主要是机构投资者 大失所望 股东的失望使宽特科技的股票价格直线下跌 一下子跌去了50% 股票价格的暴跌 反过来又错使人们重新审视宽特科技的财务报告 最后 终于人人都看清楚了 原来该公司绝大部分的利润都是伪造的 而且这种大规模的故意篡改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这导致宽特科技的股票继续狂跌 等到2003年年中 宽特科技的市值只剩下1400亿美元 和6个月前的高峰期相比 90%的市值蒸发了 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 从前它广受推崇 很多人都买了它的股票 所以它的股票价格暴跌了90% 总共有13000亿美元的市值消失了 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宽特科技的丑闻败露之后 公众和政界自然把满枪怒火都发向了宽特科技 尽管这个国家最好的发电厂 依然是由该公司那些值得尊敬的工程师设计的 怒火并没有只烧到宽特科技就熄灭 它很快蔓延到其他公司 其中有些公司明显也犯了跟宽特科技相同的错误 只是严重程度有所不同 公众和政界的怒火就像引发它的行为那样 很快就变得不可收拾 这次金融丑闻不仅令投资者血本无归 而且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就像20世纪90年代 日本经济在企业界常年累月做假账 之后陷入萧条那样 这次大丑闻之后 公众对各种专业人士非常反感 当然 遭到最多谴责的是会计专业人士 制定会计师准则的机构的缩写是 FASB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 现在每个人都说这四个字母代表 Financial Accounts still bogus 金融会计还作假 经济学教授也遭到非议 人们责怪他们未能敲响警钟 没有提醒公众注意广泛的做假账行为 将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的糟糕后果 传统经济学家是如此令人大失所望 乃至哈佛的约翰肯尼斯 加尔布雷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毕竟他曾经预言大规模的 尚未败露的公私舞弊行为 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的刺激效应 人们发现 2003年之前的情况跟加尔布雷斯的预测差不多 而且随后那些年里 那种情况果然导致经济陷入了大衰退 下面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名言极紧 我们都认为悲观是智力超群的标志 美当然没有绝对的标准 所以追求美才会如此有趣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 那么你就去开会吧 经济预测的唯一功能 是让真心学变得令人尊敬 现代的保守主义者 从事的是道德哲学中最古老的活动 也就是说 他们要为自私寻找一个超级漂亮的道德借口 许多美国人死于实物过多 而非死于实物太少 当面临要么改变想法 要么证明无需这么做的选择时 绝大多数人都会忙于寻找证据 那些走运的人总是说 他们过的幸福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很高尚 难道你不明白吗 让一家企业停泊在废话当中 可让他驶入麻烦的思维之海 比起来是一种好的太多太多的做法 有权势的人总是宁愿拿全副身家去冒险 也不肯舍弃一点利益 在任何大型组织里面 和多数人一起错比一个人对安全的多 他们的声誉本来就只有薄柄那么点 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由于美国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的许多成员都是律师 而这些律师参与起草的财务披露法规 现在都被视为是漏洞百出 所以每个星期都有关于律师的新笑话 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肉饭说 律师的声誉最近下跌了好多啊 收银员说 他们的声誉本来就只有薄柄那么点 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但公众对专业人士的敌视并不仅限于会计师 经济学家和律师 许多向来洁身自豪的专业人士的声誉 也遭到了耻语之殃 比如说工程师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 在这个国家已经泛滥成灾的金融诈骗 到最后 许多对这个国家有益的 也是他未来的福祉所需的行业 都遭到了广泛的不明智的仇视 这时 天庭采取了行动 目睹一切的上帝本人改变主意 决定提前审判2003年金融大仇闻 这桩令人伤心的案子 他召唤来他的首席大侦探 并说 史密斯 我要公正严明地处理这件事 你去把那些最应该为此负责的罪人带进来 但史密斯带来的是一群证券分析专家 多年以来 这些人一直为宽特科技的股票摇旗呐喊 大法官感到很不高兴 史密斯 他说 我不能对低级的认知错误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这些错误大部分由俗世的标准激励制度引起 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 接下来 史密斯带来了一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 和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 不 不 大法官说 这些人受到许多令人遗憾的力量的左右 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你指望他们遵守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不合理的 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 通过各种媒介 包括素描 木刻画 板画 水彩画等 创造了上帝审判亚当 高杂金·埃当 1795年 的画面 其中一幅伟大的作品是由铅笔 墨水和水彩完成的彩色石刻图版画 现藏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首席侦探这下以为他终于明白了 接着 他把那些在宽特科技落实他们的现代金融工程的高层管理人员 给抓来了 你差不多抓对了 大法官说 但我要你带来的是造孽最深的罪人 这些管理人员当然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因为他们做监犯科 毁掉了那位伟大工程师的遗产 但我要你抓的是 那些很快会被打入地狱最底层的混蛋 那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的 阻止这次大灾难的人 首席侦探终于真正明白了 他记得地狱最底层是为背叛者准备的 所以他现在从炼狱带来一群老人 这些人在逝时 曾是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结出的合伙人 这就是你要的背叛者 首席侦探说 他们在处理员工股票期权时 采用了错误的记账方法 他们在一个高尚的行业中身具高位 那个行业的职责和你差不多 都是通过设定正确的规则 来帮助社会正确的运转 才华出众 锦衣预识的他们 居然故意造成如此明显可预测的谎言和欺骗 真是罪无可赦 他们完全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极其错误的 然而他们还是执迷不悟 由于司法系统受到商界的影响 你开始误将他们判得很轻 但现在你可以把他们送到地狱的最底层了 大法官被这通慷慨陈词震住了 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安静地说 干得好 你是我忠诚的好仆人 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并非为了预言2003年的情况 它是一篇虚构作品 除了有关加尔布雷斯教授的内容 任何与真实的人物或企业雷同的情节 均属巧合 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提醒人们 留意现代社会中的某些行为和信念系统 上图是2003年的金融大丑闻的初稿 这是查理2000年在宁尼苏达度假时写下的 重读第八奖 2000年夏天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得到很多乐趣 但我很认真地想证明 对股票期权的标准击涨方法 与那些更广为人质的简单欺骗 做假手段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在我看来 做假账 无异于在盖高层公寓楼的时候 把钢筋从水泥中抽走 允许这么做的行业和国家 必将学到惨痛的教训 而且假账的破坏作用 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 毕竟 那些无良的建筑商 很难给他们的肮脏行为找到正当的理由 因此 无良的会计行为比无良的建筑行为更容易扩散 事实正是如此 股票期权的无良记账方法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上图是记录台湾里是7.6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的照片 大多数建筑物毁坏的原因是 其混凝土结构里面没有足够的钢筋 自从我写下这第八奖以来 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目前 美国的会计行业要求支援 股票期权的部分真实成本 在随意表中必须被计为支出 然而 等到股票期权被行使时 账目上记录的总成本 往往比实际发生的总成本低很多 此外 那部分记到盈利下面的成本 通常被故意用不正当的办法降低了 这篇关于会计的预言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例子 它再次证明 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罪恶很难被消除 因为大量的人认为 一件事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利润 就不可能是罪恶的 想了是罪恶的最大动因 柏拉图 查理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发表这次演讲那天 本书的编辑连续12个小时跟他在一起 我们当天的行程是这样的 从洛杉矶区车两个小时过去 午饭 演讲前会议 演讲 演讲后招待会 最后到甲骨文集团的财务总监 现任董事会主席 杰夫亨利家吃饭 查理当时尽管离80岁生日只有几个月 但还是表现得像个不知疲惫的大师 他在那天表现出来的犀利 耐力和幽默令人惊叹和敬佩 查理这次演讲的内容 可以被当成芒格方法的综合理论 查理在演讲中整合了许多他从前讲过的思想 有条有理的将他们揉合成一种连贯的哲学 奉献给他的听众 当天的听众是这所名牌大学的经济系的师生 向他们表达对软科学中缺乏跨学科研究的现状的惋惜及改进的方案 是在核实不过的了 多谢观众